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节的港曼咬借帮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些我们认为港曼公司的套路 我们第一节讲完玉系 第二节讲得到黄先生,又怎可能不提到马sir呢? 就讲一下天下 我想如果讲一下马sir,大家也知道天下就是马sir 当然不是,如果你说天下最狠的时候就肯定不知道 你跟肥良? 当然,他是天下其中一本王牌 首先讲一下马sir 他很明显他最喜欢写的都是小智成长 但他跟玉系有些不同,他是文雅一些 对,他跟王先生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了这些色彩 强奸,一来就真的不是欲他环形的强奸 就是少些拿着球,少些抽水那些 另外,我不知道他是有这个 雙残情意结,还是有这个缺陷美情意结 他的角色基本上很多都是有这种发展的倾向 例如你这样数,都会有什么 华剑红,鬼博,第二梦,暴京魂 暴京魂伤残了什么? 断过手的嘛 断过手 断过强奸 对啊,差点忘记了 我还以为他是天生的 猎蜂啊,劍神啊,还有鬼博 他是很喜欢玩这种所谓的缺陷美 我就姑且这么说 另外,他...他... 刚才我跟茅姐讨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有趣的结论 就是他很喜欢玩名格 在本书里,他很相信命运 但是同时,他那帮主角 就常常想脱离这个命运 例如,如果你要数的 例如有... 华英雄 常常想脱离这个天煞孤星 华英雄也不是 华英雄也挺... 认命 也挺认命的 我觉得华英雄也颇认命的 不然他不用扔掉他的儿子 但他...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命 所以他自己才撇掉他 那就是不想... 他就认命了 那就是认命了 认命了 认命不等于有个儿子死 也是的 认命了 如果有机会改变 就改变一下 会不会隔几十年 一条命不一样 你这些问我才清楚 认命的东西 认命之后 就因认住那件事 再去改命 这是一个连锁关系的东西 所以他是同时发生认命和改命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问什么东西 哈哈哈 你怎么又听不明白 哈哈哈 我看见他认字 你不明白 你听得明白 你再说一下 我听得明白 不代表我可以演绎出来 你神經病 否则他就不用做生意了 鬼 我做了我能解得到 如果这样说 暴京云算不算认命 他的命是什么 你要说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一个 再量产化的华英雄 他怎样量产化 他只有一个暴京云 他自己都经常累死身边的人 其实他无命 暴京云和华英雄 其实这三个人很相似 不 无命就肯定是华英雄 这个就肯定了 但是暴京云算不算是华英雄 他只是个样子 就是 他的命运 有没有好好的给他 他死了很多家人 但是他的内心 也不是这样想 他的内心很像热 其实他是想和其他人做朋友 但他不懂为何和其他人做朋友 所以他应该是踢球 没有 所以他就没有踢球 他的命运 他的命运官 或者我来讲一下马尔 是否很认名 他的角色全部都认名 都很认的 你看看他自己 都顺应了 成亚风云 拜亚风云 他自己执行了 他承认了这件事 好吧 既然是这样 承认他 如果你这么说 我们刚才还看了另一个作品 大家都几乎觉得肥良創作 其实不是 黑炮烈转 其实是改了 被肥良接手之后 他去写的黑炮 和阿sir写的时候 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像是你跟我说 初头黑炮第一回 或者头几回 黑炮是不认命的 黑炮是完全不认命的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掌纹的人 所以孙明先生在看的时候 就是说 这么滑的手 对啊 是呃 是女儿 孙明先生很猛 想着 还不是狗姑娘 谁不知 发政科的敌人 谁不知 原来他是 黑炮部队的人 不是黑炮党的人 有没有这么杀 黑炮部队的人 当然有执行暗杀的工作 噢 他 他 最后 就是 跟孙明先生说 其实他不认命的 但其实 这是一个 就是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是透过这几个 这样的小故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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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信命 但很想试一下 不信命 例如 你刚才举过 其实 天下画集的 第一个年载故事 叫做《两极》 《两极》 《两极》那只 《马头魔》 那只《马头魔》 是啊 很想摆脱他 给马荣誠 捨死的命运 結果他想走出来 杀了马上 是啊 是啊 为什么要是《马头》呢 他在故事里面 就是说 因为有人送了 这样的雕像给他 所以他就想起 不如用他来做什么 但其实 他也是《马仔》 是 那其实这个 也可能是 他潜在的 一种 想摆脱命运的想法 但最终是失败的 最终是失败的 其实 如果你这样说 《华英雄》也有少少 例如 《中华英雄》的故事情之中 就是说 他为了不准害他 他潜了很久 咦 这么厉害 他是海虎 是啊 他是海虎 然后他也觉得 喂 他给了我那种感觉 是 喂 都过了这么多年 不会累死人 我去喝杯芯婆茶 一会儿 那一会儿 被人冲走了 不知道他死了 不知道他死了 啊 华剑红的初代的老婆 是 他是那种 可能他自己的人生 也看到就是 哎 不相信不可以 但去到某些时候 又来说 不如试一下 做一点点 看看会不会 已经变了 但原来他 到尾都发现 变不了 他信命 就应该是 大家都很确定 因为 随着他的 命理批出来 那几句 针言 当然他改了 在漫画看到的 不是他 真正的他 但是 他应该也是 颇信命 其实 王先生也很信 我印象之中 好像说 所以他不是 常常天之传奇 是的 是的 如果你说 信命 如果你反而觉得 最反面教场 我只会觉得 就是 洪霸 洪霸 那他也信 他最初也信 他不是不信 他失败了 他就是 他就是信命 所以才要搞祸瘋云 因为他知道 城也瘋云 所以他要搞到 他们决裂 他很信 洪霸是很忍信命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故事才会这样发展 我想 其实没什么冲突 他是信 他信命运 是会摆布 他们的人生 但是 他是透过利用命运 去达成他想做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 可以控制到 这个设定 是的 他想改变 其实是 洪霸 很多人都是想 改变 你觉得 举个例子 就是 华英雄 天杀孤星 他说我不信一世都天杀孤星 就是 如果我真的天杀孤星 我为什么要给我有 有朋友 有亲人 有 有 有老婆 之旅啊 那怎么证明你是天杀孤星 如果我没有给你这些东西 嗯 总的方法 有爸爸妈妈的 人谁没有父母 那爸爸妈妈还会死的 第一集 第一期就死了 那没有大家 总之很早 在青溪村 不是 是 是 所以 他觉得 他是 很信命 但他不 不愿意去 迅从命运 去改变 但是 他 故事 的中心思想 就是 到最后 你也是不得不信 就是 我 我 体会到的 基本上 就是 嗯 都 是啊 是啊 他 他 他呢 就是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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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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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抗他的命运 给他的 那些 叫什么 的 不好 还有 我印象第二个 比较深的剧情 就是 那时候 《华英雄》 好像是 黑龙邦有过算命 我没记错 和他算命 华英雄又是很激动 啊 这种命 就死了 然后他说 你说这么多话 其实是不能改变的 其他人就有 你的命就差一点 然后他也很激动 正常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试试走过去 瞄解 哈哈 就是 有人折着你 先生你额有朝天骨 眼中有灵光 先人托世神仙 你也很高兴啊 但是他然后就跟你说 不过呢 那你就吵鬼了 哈哈 哈哈 那这个就 我想 因为始终 马sir呢 他真的写的场面 真的很长 特别是 他后期 写了天下 都近乎很多年 所以基本上 我看到他的套路 就是这些 他真的写了1989年 到现在 基本上 我看到他的套路 就是这样 是的 那 说完 王先生和马sir 当然不得不提 就是我们的肥老师 是的 就是海洋 的 温逸良 温逸良 温逸良的书 我自己觉得有几个特点 爆炸力的剧情 我觉得他的打斗也挺有爆炸力的 但是茅姐是不同意的 其实如果大家很认真地去看 肥帝的漫画的话 他的打斗呢 我想其实大家都被他骗了 他是描写的气氛做得很好 但是打斗是一点都不能好看的 即他是很激 很爆炸 很刺激 但是他不是因为那些 那些 画面上的 他只是单纯画面那一刻 但其实他在对打方面 是完全没有内容的 我们看 还有拳来拳往 是的 但他就说到那一拳 很有意义 很有象征性 这拳 如果不中 中了又会怎样 不中又会怎样 中了又不一定是怎样 因为他帮了很多口水 例如你看看海虎1、2 海虎1、2 两次的海虎对奥架 第一次就是两个人勾打 这个就是 杀瓶八拳 杀瓶八拳 那个人就爆破腿 爆破腿 这个断了一只手 然后说一大堆 然后那个人就被人打 爆了一只眼 回来了 然后那个手又断了 然后又傻了头 没有个手 又有谁 ,然后大拳 又不愿意打 不 عن袁 所以他不敢打 dire gosp 海虎就坐下 自制的冰椅 香港 mira Cheers 你可否站在这atur 我坑 것 他有账 sacrifice 然后就爱上 在月球之战 他们两个人 说的对 CT Eux jou 是指出的人生意义 即吧 根本不是为了花 而是 назад 原始地想消滅對方這elle老公 的傢伙,結果是看他們不順眼 即便是她chaún deck El information 那邊就有90萬 Euro, coupe 매 Kon 冇風誤其是斷送到哪 smoking 整個方面她反而知道 我覺得では月球的人才知道 她說到打來打去也打和 本來想打拼反而打三年 然後又打,怎麼好呢 但是打打打一起 然後就分開了 大家先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那三分鐘就夠了嗎? 對 例如又打又打 原來我現在想為什麼要打漆頭 O加的漆頭原來是你害死關注彤的 然後又打 然後O加又說 O加又想你害死小龍 是你害死小龍 然後又打又平手 其實我只是想打死對方 純粹是生物上的想消滅對方 其實這個過程是精彩的 但其實是打鬥的碰撞 只是拳內腳枉 例如我講到那一刻 你害死小龍打死你 那一刻的感情是爆了出來 那一刻 再推翻前一點 例如像黑炮那樣 哪有東西的 為何最後那些終極第一擊 第二擊是叫什麼風靈 諸如此類 他在說人 是那個感情的爆發 他不是說打出來的過招情緒 究竟過得好不好 他不是說這一點 不是像阿Sir那樣 一閃一鏟 不知道怎樣 一搖來搖去 那些劍又要怎樣搖去 一刀就變成八劍 然後又截著 不知道 這種描述是很武俠小說的 如果你看回阿Sir和王先生 是很武俠小說的 但肥良那些很美猛 或者古龍 美猛就會比較像 因為他真的就這樣打 即是他沒有瞻色可言 那些人的格鬥是兩方面 就這樣打來打去 你要說 肥良和馬薩都像古龍 但一個就是比較具體的古龍 一個就是比較像模型的古龍 古龍流霸那些就是肥良 就成計了那個部分 肥良也有些少少 承襲馬sir 其實他也有宿命 有命運的命題 但肥良不同於馬sir 就是他要改變 他通常都會改變到 但中間就是他有一個很激烈的過程 就是令你覺得精彩的地方 就是這裏 其實他沒有怎樣在武打方面有做描寫 比較單調一點 但剛才說的是他有氣勢 其實是氣勢和感情 但氣勢是一種氣氛 其實我覺得氣勢未必一定要在 畫面的雕對上面 打的方法上面 一個爆發點 或者就算你單一簡單的拳來腳枉 其實一樣是有氣勢 即使我都沒有衝突 他就是因為夠簡單 而有氣勢 所以看的時候覺得他那個爆炸力強 就很有氣勢 我這樣聽完 我覺得阿曼的意思是 他沒有對策 基本上肥良是沒有對策的 他那些招 例如你看到 為何我覺得肥良的打鬥體 因為我經常記得 劇說法堂裡面一拳打爆 田虎好像叫做 田虎 那拳 即是說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拆招 我們印象最深 永遠都是KO那一刻 是 是 應該這樣說 我剛才的評論 並不等於我 是不滿意肥低的打鬥 因為他主編功力實在很強 電影感也有 爆炸力也有 是很厲害的 拖也拖得好看 很難得屌 糟糕 他只是月球之戰打了五六旗 然後 天道對黑暗又打五六旗 然後 黑暗對刺藍又打五六旗 然後 首藍對刺藍最後一戰又打五六旗 喂 48旗用了一半 只是這四個人 那你在說兩輯 我抹了月球之戰 但天道對黑暗 黑暗對刺藍 次藍對首藍 全部都是一輯 全部都是海虎三 後面的十幾旗 就夠打 三十幾旗已經可以打 我聽到對黑暗是海虎三 剛才不是全部都是海虎三 剛才那三輯都是海虎三 那譬如 你看回 終極第十擊 那些 全部都是 甚至是打招 沒有招式對刺可賢 但是 因為他主編功力強 以及爆炸性夠 所以做出來 是相當之精彩的 其實 另外 想說一說 他主要描寫的是什麼 我們都說過 如果 如果 玉帝是描寫那種建制 貴一點權力 而 而馬上描寫命運的話 肥良最主要寫的是兩件事 就是他對極權的崇拜 和兄弟情 我覺得 加勒就是 他是寫著編執 因為其實他所有東西都是編執的 他所有角色 都是你要偏激才會強 極端 極端 因為他本身也是很極端的 對 如果說他 對極權的崇拜 之前 洞廢都說過 例如 地獄政治 每日戰狼 基本上 你都看到他是一個 深藍的人 即是 建制的人 不是 他是紅色 即是紅色資本家 反而 反而 我比較想知道 那些人怎麼說是民主支持者 我理解不了 你可以問一下 他 其實是不是真的 很民主的支持者 他只是說 他知道共產黨 在收回之後 不會給民主 香港人 所以 鐵宗要 要 希望 反抗 而去 成為黑道的霸王 阻止 中共 但是鐵宗也沒有說 要被民主 香港人 他就是領域極權 他只是領域極權 我要領導 此其一 第二 在這種想法 鐵宗便是奸葛 另外 他的兄弟 他是很喜歡 而且 如果你說 他對 中國 或者這樣說 他未必一定很崇拜極權 我當你是 但是他比起崇拜極權 有另一個意識 就是 他 希望 中國 是強大的 希望中國 是強大的 這點在赤柱梵堂 完全看到的 其實早在 《抹日戰狼》 已經看到了 譬如他會稱 他會稱 鄧小平 做東方巨人 然後 赤柱梵堂 是周恩來 還有 赤京郎 是半國 賣國賊 不是 《抹日戰狼》 《抹日戰狼》 黑豹的小平 是東方巨人 赤柱梵堂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厲害 《抹日戰狼》 《抹日戰狼》 為什麼美軍不夠 中共打? 當然有原因 因為懂得 《抹日戰狼》 另外 赤京郎 是賣國賊 對 白飛才是中的 如果在他們兩個之間的感情中 對 還有就是他的兄弟情 不過他的兄弟情是有轉變的 你看到他在《黑豹列傳》的時期 肥亮是堅信朋友的那種 就是兄弟的那種兄弟情 完全沒有出賣的 例如好像 黑豹部隊裡面 鐵宗 我沒有說錯 黑豹部隊 不是黑豹黨 黑豹部隊裡面 鐵宗 黑豹 人浪 龍衫 他們完全不會背叛大家 周孫 有些疑似背叛行為 都是為你好 例如周孫 不僅主角 連神武家的三兄弟 神武英明 神武英傑 神武不敗 神武不死 神武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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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武很 zou 二嵐和首嵐都是因為她的父親 當然是因為她的女兒,她是男童童 我記錯了 之前都會犯了 她本身從小到大都不妥過哥哥 她小時候就說因為不喜歡哥哥 你叫首嵐,我叫次嵐,為什麼你腦袋不好? 我不行了 其實背後有個意思 因為藍夢是善首嵐 她就是用女兒這件事來離隔兄弟情 即是在肥兩心目中,最容易離隔兄弟情 她那時是女人,就是女人 什麼凱夫二? 凱夫二的時候,肥娘跟到女兒沒有? 還沒有 跟過女兒還是跟到女兒沒有? 她一定是跟過女兒的,跟到女兒的事 還在Kawaii看鹹片 還在專欄說,很想叫雞 哈哈哈哈 她真的有這麼大膽 不是,她說很想叫雞,但很怕讓她知道,她正在混合了 還在混合了,還沒混合了 所以你看到肥兩心目中,可能因為混合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那女兒 哈哈哈哈 可能就是混合了,所以她在她心目中 即是離隔兄弟情 而是甚麼?不是女人 然後你去到赤柱范堂,田虎和... 常觀烈羊 常觀烈羊反面都是因為女人 其實你看到她那種Battle活已經沒有這麼強烈了 燃燒的下呢?燃燒的下是不是? 燃燒的下和東風 曾紅歲月是不是都是因為女兒的兄弟反目的? 燃燒的下是有點扭曲的 我忘記了名字,是否叫唐... 不知道唐甚麼 就是大哥的弟弟 但不是親兄弟,我姑且不記得名字 說大哥最後背叛了他,把他賣給那個瘋狗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 是兄弟的背叛 原來就是為好 即是如果你要面對... 即是... 我潛入去瘋狗那裏 殺了瘋狗,奪了拳之後 你去堆壞我 你比你去面對這個瘋狗 即是類似這樣的條件 所以你看到肥帝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兄弟情這件事來說 無論是他早期很相信這件事 到後期 基本上都是不停地... 拆散兄弟 那當然少不免都有... 是父子 父子在他們的故事裏面 其實都是很多的蝙蝠 如果你想聽多些關於... 肥帝對於父子之間的感情 你就要聽回我們說 《絕地轉生》那一集 小貝對於肥倆的... 精彩的分析 連業界都拍人手掌 唯獨是父子情這件事 好像肥帝永遠都沒有怎麼變 總之父親也是很糟糕 最後再說一說一說一本 我覺得跟肥帝很接近的漫畫家 就是瑞薪 我覺得瑞薪... 是師兄來的 誰是誰的師兄 瑞薪是師兄 瑞薪好像是大師兄 對,瑞薪是肥娘師兄 因為瑞薪也是爆發力的劇情 爆發力的打鬥 當然啦 他的拳外腳王 偏向攔製膠 都有打都有格的 但他跟肥帝不同的就是 在他的書中 背叛兄弟一定是十可不赦的 這點就是no doubt 無論你什麼原因都好 相反 兄弟做錯了什麼 只要他悔過你原諒他 就什麼都可以談 他是很喜歡寫這件事 我想可能是... 是否牛家斑那時候叫做 牛家斑的一種共識 而另外呢 我...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主意 但最後我覺得發揚光大 那就是瑞薪 就是... 我是不是應該叫平行時空 還是叫拆開來做 你說得具體一點才可以判斷 例如... 你知道古學仔早期是瑞薪主理 其實早期是... 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 金莊紀念版 一開始頭一兩期 一出版寫的 都還寫著優瑞新主編 那時候 古學仔已經很流行 把一本書 即是... 把一個世界觀拆開了幾本書 例如... 古學仔之後 拆成紅兄弟 又是紅兄弟 又是依建為主角 然後還有東兄弟 主角就是大東 之後還有江湖大家族 龍盆虎去波蘭街 龍盆虎去波蘭街 他就把世界觀... 其實應該是... 紅燈區先的 初一應該只有兩本書 一本就是古學仔 一本就是紅燈區 但是紅燈區呢 是要花很多時間 我不知道最後有沒有 有沒有進回古學仔的世界 好像沒有啊 Playboyman他們好像沒有進去 沒有出場 古學女呢 古學女好像也沒有 那就是主要是紅兄弟 東兄弟 龍盆虎去波蘭街 以及江湖大家族 其實應該是紅兄弟 開始的 為什麼當時有這樣的想法呢 就... 因為電影相片 對 因為電影相片 對 所以主角 他這種做法 其實就真的很微慢 例如大家都知道 Batman會拆Night Ring Bat Girl 出來自己 在同一個世界 Bat Family 對 那去到 現在 新帝國 他都沿用這種做法 就是 他最頂盛的時候 就是火舞妖陽 就拆了妖武揚威出來 然後再拆了火紅年代 黑骨堂 其實 我覺得 很多 一個星期七本 但他們沒有關係 未必是等到Universe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還有火舞英雄 也是那個Universe 紅太陽 我記得有出過夏尼 但是 不多 所以 他沒有走進去 他只是嚇唸 對 阿瑞薩就很喜歡玩這套 而 不要說到現在玩得很難 他是成功的 我覺得 我自己當時挺喜歡看的 當時 他那種 分享同一個Universe的做法 你看到 如果 回到我們第一節說的話 和浪是做不到 玉機是做不到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譬如 你看回 浩一年代那些書 他是 因為有某些東西 所以他開了半生書 然後由這個書 走進去 他是接了那些書 才走進去 他不是開枝散葉的 他是回歸的 也有一點點 你講做法 是 也是 也是 但是那時候 熊兄仔 是因為走過陳浩南 和阿大菲 那是 客串 你好像 霸刀有個 烈蜂走過 他是海立百川 他是由河流 走進大海裡 他只是打算剪輸 如果不是 其實應該幾本書 是賺多一點錢的 但是 他不是分出來 他不是分出來 如果說 固惑仔 如果這樣看 可不可以理解為 就是 因為水生走了 我不知道是水生主義 還是牛腦主義 水生走了 那些書 無論是因為人事 什麼原因都好 我們單從讀者的角度 就是 所以要收縮 把所有東西 都歸納在一起 但是水生的習慣 就是 他是喜歡 Spring開一些東西 是 即是野心的問題 我覺得 水生 他這個 就是聰明在於什麼 其實你會發現 他的Spring開的 現在有一半 好麻的正傳 就是黑骨堂 黑骨堂 甚至是好看正傳 好看正傳 和好麻的正傳 也是 我記得 其實這個就是聰明 為什麼我提起 浴姬 其實浴姬 不是沒有想過 他想這樣做的 就是神兵和天子 但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不同的主編 或者是 神兵和天子 即是神兵外傳 那些東西 其實3.5 或者是 那些東西 你會看到他想搞一種大世界 特別是神兵F 但是他做不到的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碎生的世界比較簡單 其實都是同一個天空下黑社會 但是神兵 就開始要說設定 或者是玉記那些 他的設定是很混亂的 玉記那些設定 你只是說 那個癡友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那個癡友其實是做的 在玉記世界的癡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分身 例如 其實天妖也是癡友 天妖屠神法 其實是癡友 那裡走出來的 然後到最後神兵 癡友明顯就不會天妖屠神法 那裡走出來的 但是最後 沒有用而已 是吧 同名同色 對 對 而且樣子都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那個 那個皇帝 我告訴你 牽連皇帝 初頭明明講用天劍 為什麼變成太虛 哦 那一個人 就不是只有一個武器 你知道太虛為何用腳踩嗎 因為這隻小子拿劍 嘩 都痛了 不用阿聰也可以 這些還要問阿聰出場 阿聰在這裡 我拼得你一句都不能說 哈哈哈哈 當然因為 可能 玉記 他可能經常轉主編 或者是不同 不同主編的問題 所以考究 做得不深 但是他那種互動是失敗的 你問我在玉記裡面 相反呢 瑞生 新帝國那種互動是存在 而且是挺成功的 至少在玩到爛之前 我也是非常成功的 當然也要首先補充一句 在瑞生離開了浩一之後 的古惑仔 為什麼要慢慢把書 收回 其中一個理由 也是跟瑞生 為什麼要離開 是有關係的 所以 浩一當時不可以太過冒險 在出書的策略裡面 OK 至於你說Spritt Hoy 做 在同一時間有幾個 supersignal 在同一個 supersignal 即Spritt Hoy 我玉記有這樣的 因為你天字123 4 6 7 8 你不能說是Spritt 他沒有 但是 因為你那時候 神兵3.5 出那些人 那些人 心想 出哪些人 有天劍有性 應該是有版本 神兵3點 有嗎? 他出不懂天證 你說的應該是神兵F 他好像有楊廣 我開心 但其實他是合不合 是撞到POP GUY 我猜他們最初是有些想這樣做 但最後寫不出來 應該說最初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最後發覺既然楊廣也是 那時候我記得讀者是問得很重要的 究竟這個楊廣是不是就是天子裡的楊廣 為了要寫到這個 原本開心是正派的 他要寫到他變成 想和天子接軌 要令他變成那個楊廣 他是嘗試調整的 但最後失敗了 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你想想 其實他最初是沒有這樣預備 但如果我們看看古惑仔和熊兄仔 他那時候根本就是講熊兄仔 他們已經知道這班人和浩南 是處於同一個世界 只不過地位不同 另外東英仔很明顯是東英那邊 他整個世界本身已經存在 OK 不過我想如果比較接近一點 因為我沒有看《狗爵龍虎門》 《狗爵龍虎門》和《小劍仙》 是有想過這樣 有沒有什麼 或者是這種互動做得好嗎 那時候 張曼友是想這樣做 但好像一直都是被人勒勒勒勒 所以其實 即使到天下無敵小劍仙 以及《黃玉郎醉拳》 也好 即是不包括我那個白旗 有一段時間 簡直說不是那個人 是的 他是想拆開 簡直說小劍仙不是老祖宗 只不過是兩個 剛好都是余劍 剛好都是穿白袍而已 樣子又很像 剛好都是金毛 樣子又很像 有那條巴嗎 沒有的 初初沒有的 沒有的 即是小劍仙是沒有那條巴 初初是很帥 非能常知青靚白色 他反而像現在的《煉峰雷》 是東方真龍轉裡面的《煉峰雷》 所以是有點不一樣 不過好像夾一下夾一下 例如你看回阿偉和阿興搞的那本《黃椎》 他是嘗試想把小劍仙 真是連結到老祖宗 所以就逐格逐格幫他拆開所 那還未去到那個位置 讀者基本上認定了小劍仙 因為天下無敵 常常言的時候也是想這樣做的 直接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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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的 那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知道當然還有很多漫畫家 可以拿來講 包括 例如 再新一點的《和仔》 《牛佬》 《老劍》 其實很多人都... 《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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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說 可能真的要找... 還有馮志明 是啊 馮志明 也要等個冰姿吧 還有些什麼 不要強行舉例 不要強行舉例 但剛才那裡也說了半集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們也有些想法的話 不妨告訴我們 想我們講些什麼 但他未必會講的 當然啦 譬如你想我們分析一下李宗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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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了... 講完了 真的要想 證明李宗是一個很難分析的人 哈哈 他就很少負責分析 我17%是7 哈哈 電腦分析 85%是6 好,那一會回來 我們繼續 動蠻訓物吧 今晚的題目 又是想想明年贏大獎的 topic 這個不會的 這個很難 這個很正常 你們以為正常了 可能根本就是很大爭議 這個最多提名 好了,那一會回來 我們繼續動蠻訓物吧 今晚的題目是 高達男朋友 Bill Fighter 不是,是Bill Fighter 到時再見 拜拜